小紅毛 大家好我是小紅毛 有對陰陽眼可以看到第二個世界 有時還可以跟朋友仔溝通 千奇百怪 想聽我跟朋友仔的日常故事 記得按進來 007 永久AV女 第二集 我聽聲音 上次講到遇到一個日本人 拿著公示包鬼鬼祟祟 我跟他去到一個商下的後樓梯 我直接打開房煙門 見到剛口生正低頭 用左手帽子和食指握著一個煙斗 煙斗撥前面崩了一個角 我微笑地向他點頭 然後在後袋拿回一包煙出來吞雲套毛 而他也若無其事地繼續吃他那個不懂的煙斗 我主動打開話題 你是不是在這附近上班的 他吐出了一口煙 然後用日文笑笑口地說 白癡阿羅 貓阿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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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了個街口 去到商場門口人來人往 江口在人群之中穿插 停馬路交通燈的時候 不時拿個手機出來看 好像在等著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這個時候 我發覺他的外形開始變化 由原本五十歲的外表 慢慢變得年輕 變的時候身體越來越模糊 好像半透明一樣 大約僅僅用了三分鐘 他變回三十歲的樣子 而且長髮變短髮 整個人精神了 連走路上來 條腰都挺直了 腳步也都快了 年輕版的他 落了JR山口線鐵路站 過個閘機的時候 在個袋裡拿了一張鐵路飛出來 放了下去閘機 自備票 沒有走數 我看下去 部機當然沒有反應 但他整個人就直接穿過 若無其事 碰行碰過 入到列車 他坐在一個學生旁邊 一個日本學生妹 正在看著本漫畫雜誌 他伸個頭過去 跟他一起看 由上車到下車 聚精會神 不讓任何東西分心 到達袁宿站 他很不情願地起床離開 轉身那一刻 在月台 剛剛好遇到一個很性感的女仔 他整個人十字形地躺在地下 公事包裡面的東西都掉了出來 在那一刻 我才看到原來裡面裝滿了錢 一搭搭的日圓 只是掉出來那裡 起碼都幾十萬 我心想 Oh my God 他竟然身懷巨款 那些錢還要是真正日圓 完全不是陰獅子 無論是玉帝 還是冥王的頭 都不在上面 正版複雜 預計頭像清晰 鬼? 竟然用真抄 我心想 真是說都沒人相信 但偏偏被我見到 至少在日本那麼有趣 出了車站之後 剛好上了一輛的士 說得清楚些 他是突然之間跳上一輛有人坐的的士上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這輛車去哪 但我當時想都沒想 只好同時跳上另一輛的士 跟著他去 只要走了十幾分鐘 就在前面一個十字路口停燈位 他隨即自己開門 在車上走出來 我立即叫停車 然後繼續跟著他 去到一個公園的門口 走進去兜了大半個圈 在另一個出口又出回來 前後浪費了我半個小時 似玩著反跟蹤 我旺旺的天 由日頭玩到夜晚 周圍的危紅燈都著了 而悲劇的是 我還沒吃飯 那肚鼓鼓聲 我開始有點動搖 是不是應該繼續跟下去 心裡疑惑 是不是被他在玩